穿著彈紫色鈴聲裙綁著兩根辮子 日本女星渡邊直美現身俠海城隍廟 參加電影《開季離世》 這是渡邊直美第一次來台演出國片 導演也沒想到她會一口答應邀約 這個劇本最開始寫的時候 我們的角色原型參考的就是 渡邊直美小姐 因為我非常的喜歡她 我看了她非常多的影片 本來想說一定會被拒絕 還要結果答應 當然她有先看過我們的劇本 她喜歡我的故事 我看過《開季》和台本 我看過《開季》很興奮 我看過《開季》和《開季》 我看過《開季》 我看過《開季》很興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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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受歡迎 渡邊直美在戲中也飾演明星 而劉以豪飾演她的經紀人 讓渡邊直美直呼 如果現實生活經紀人這麼帥 那她一定努力工作 為了這部新戲 渡邊直美還苦學國台語 《開季》 《開季》 摩 frågor 嗯 超好吃 好吃 渡邊直美大讚台灣小吃 愛吃美食的他 也在IG賽出劇組便當 相對日本便當 台灣便當是熱的 讓他非常驚訝 他也期待這次來台一個月 能有時間去逛逛夜市 品嘗小吃